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完美的诠释 经历过低谷的人 就不会畏惧黑暗 受过的伤都会成为我的勋章 伴我前行 每一个巅峰都是下一个起点 我是满龙 我与世界说 大家好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马龙 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 常有人跟我说 外国人一提到中国 就会想到乒乓球 甚至外国的有才的网友 会把中国乒乓球的男队 重新定义等级 简单 普通 困难 煎熬和中国队 我本来想反驳他们 但一想还是算了吧 实力不允许啊 当然 这只是给大家讲个段子 金出于低谷期 国平在1989年和1993年两届决赛里 都输给了瑞典队 甚至在1991年 连四强都没有打进去 那场比赛 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 看了全程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露表情的人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双方比分一直胶着着 看着大人们盯着屏幕 给中国队加油的样子 看着赛场上中国队员 虽然有时会落后 却依然没有放弃的样子 我瞬间觉得 我也要给中国队加油 一股子热血就这么涌上来 最终中国队赢了 时隔六年又夺得了冠军 那场比赛 也被冲作中国队翻身杖 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中国乒乓球队 从此以后所向拼命 而对我的意义 就是种下一颗种子 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代表中国出战 赢得冠军 在这之后 我拼命地训练 参加各种大小比赛 终于在我15岁的时候 入选了国家队 进入国家队以后 我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训练和比赛 中国乒乓球队 打球的人太多了 队内竞争激烈 教练是世界冠军 师兄是世界冠军 队友是世界冠军 师弟也必然是世界冠军 当然为啥大家开玩笑地说 拿世界冠军不难 拿全国冠军才是真的难 在这种情况下 队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为了那一个冠军 18岁我随国家队出征 世界乒乓球几秒赛团体赛 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年轻 天赋极佳 这是外界当时对我的评价 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乒乓球是国球 外界对国平寄予了巨大的希望 作为国平队员 只能拿第一 拿第二都算输 所以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国平队内 只有拿了大赛的单向冠军 才可以被认可 所以我需要世锦赛单打冠军 奥运冠军来证明自己 然而想要获得世锦赛冠军 谈何容易 从2007年19岁的我第一次出征 参加世锦赛单打项目 但我止步了16强 但从2009年开始 之后的2011年2013年 我都稳稳当当地进入了4强 但也都在最后一刻 被挡在了决赛之外 按照当时刘若良教练的说法 我已经三次埋葬了自己 世锦赛无缘决赛 好像也成了我的梦魇 下一次世锦赛是2015年 我27岁 刘若良教练27岁的时候 已经拿了大满冠 满身荣誉 正式退役 而我三大赛 只在2016年拿了一个世界杯的冠军 然而在2014年世界杯上 我又输了 那次之后 我怀疑自己到了顶点 甚至想到了退役 外战输过 团体赛输过 暴冷出局 领先被反超 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输法 但就算我心里崩溃 却还是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 我不想就这么认输 你们相信吗 当你身处深渊 退无可退的时候 眼前就只剩向上的一条路 2015年世平赛 我一路打到了半决赛 又是半决赛 从2009年开始 半决赛已经成为了我心理障碍 赛前我积极备战 教练也给我做了心理建设 他对我说 唯一能战胜你的就是你自己 还好这一次我赢了 一直赢到了决赛 一直赢到了2016年的奥运会 我终于在我28岁的时候 拿到了自己的大满冠 不仅如此 在这之后的2017年 2019年的世平赛上 我都赢了 虽然在2019年这次 赢得很曲折 因为打球的动作习惯 和常年的劳损 我做膝盖会有些痛痛 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着 理疗和康复训练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 我阴伤退赛了好几次 八个月远离国际赛场 三个月没有碰球 那是我职业生涯最艰难和黑暗的时刻之一 我从五岁学习打球开始 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 没碰过乒乓球 教练和医生带我见了许多的权威医生 中医针灸和西医的理疗交替尝试 但是那段时间 我的膝盖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没法训练的日子 我只能练习身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就算是身体训练 稍微一商量 我的膝盖就会肿胀和疼痛 到了2019年初 我在两个月时间里 就四次去医院抽出膝盖里的基因 伤病疾款马龙 它太老了 六边形战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段日子 自媒体上充斥了各类各样的看衰标题 每次被伤病折磨的时候 我也问自己 我还能重新回到赛场上吗 这时 心里另一个声音又冒了出来 为什么要重新回到球场 事实上 在2016年获得里游奥运会冠军之后 我也成了大满官 在大多数选手看来 28岁的我 应该可以选择激流勇退了 说真的 当时我也犹豫过 然而 正当我不知道目标在哪的时候 积累的伤病先爆发了 这么长时间不打球 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项运动 那几个月里 偶尔可以练一次的我就特别开心 如果我说 2016年之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 那么 在这次伤病中 我的目标变成了能够站在我热爱的球台前 继续打球 乒乓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替代和割舍的一部分 它就像住进了我的身体里一样 我太热爱乒乓球了 我怎么能不热爱它呢 就像小时候看着电视 为中国队加油那样情无自禁 就像看到我前辈们 赢得冠军后 亲吻国旗那般深深震撼 就像2019年世兵赛 时隔八个月的我 战胜伤病 终于获得冠军赛后采访说出那句 I am made in China一样 乒乓球跟祖国 原来早就融入了我的骨子里 每次看到五星红旗 在国际赛场上因我而升起 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终于实现了为国争光这个小时候的梦想 从1959年 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荣国团为中国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开始 乒乓球就为中国不断赢回荣誉 赢得尊重 70年代乒乓外交 乒乓球成为中国和外国的纽带 中国乒乓球队一代又一代的队员 用自己的青春和汉水 把这颗小球发扬光大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 我能做到的就是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好的 再一次感谢马龙老师的精彩演讲 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朋友 特别特别关注我们的龙队 想问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因为去年一直受着疫情的影响 我们比赛吧 都中断 但我们时刻是训练一直保持着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备战着东京奥运会 当然今年开始疫情已经有了好转 那么多接受了 投入現代手, 能不能出現 能不能出現 收取中心血液, 很有確定 能不能出現, 能不能出現 能不能出現, 能不能出現 我真是很興奮, 他很興奮 他很興奮 聽他的故事說, 他的傷害 他受傷後自己自gres 我也覺得很興奮 我认为是很棒的 当我们处在深渊没有退路的时候 向上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我们的体育上面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全部适用 他告诉我们是 他游戏全世界 他游戏与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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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主要的东西 我真的想要去探索 要去探索不同的文化 和在不同的文化的文化 乒乓球已经成为我生命中 无法替代和割舍的一部分 它就像住进了我的身体里一样 我太热爱乒乓球了 桌子与乒乓球成为我的生命 它是一末 因为我喜欢乒乓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 我能做到的就是 不问终点 全力以赴 我认为中国 Engvoud 中国人所有组织 这都是舞台的 我能做到的就是 不问终点 全力以赴 我认为中国的世界 你也认为中国 我